川普提出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助提升他落后的民调 大家都在观察 尤其是共和党内的大佬 他们忧心川普会拖累共和党在联邦参众两院的选举 不过不惜家族却有人出面支持川普 根据最新的民调 希拉蕊·克林顿与川普的支持度出现了两位数的差距 希拉蕊民调的支持度49% 川普只有39% 共和党党内大佬对11月大选 共和党联邦参众两院候选人做出建议 如果关键州的总统大选民调的支持率到秋天 仍然是维持两位数的落差 共和党就无力回天 因此要参众两院的候选人现在开始切割 自保拼选战 好维持目前共和党在联邦参众两院多数的优势 另外 前总统尼克森以及乔治布希时期的50位共和党的前高阶官员 今天发出联合声明表示川普是危险的 但是也有人支持川普 在初选当中被川普狠狠修理的捷步布希 他的儿子反而跳出来表明自己支持川普 希望能够借此来凝聚党内团结 共同对抗希拉瑞 隐藏医